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讲是我们如何去构建TiGB的community 那么我在加入PinkApp以前呢 其实是在360的基础架构组负责AFTRACE这个开源项目 那这个开源项目其实也是作为当时360比较有名的一个开源项目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去开始了解到TiGB 那个大概是15年的时候 所以我其实是作为第一个TiGB的contributor之一 然后来去给TiGB作为贡献者 所以其实我也是来源于社区加入到PinkApp 那么在刚开始加入PinkApp的时候 我是负责TiGB的CQ层 后来也开始负责存储以及调度相关的事情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我成为了TiGB跟TiGB的maintainer 那么后来因为社区治愈PinkApp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也是成为了现在Community的负责人 首先先跟大家再介绍一下TiGB这个项目 TiGB其实是开源在Github上面 目前已经有28000多个STAR TiGB是一个New SQL的一个数据库 也同时支持TP跟AP 所以我们叫做HTAP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库 那么除了TiGB以外 加上TiGB以及PD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工具的周边的生态项目 加起来呢 我们现在目前的贡献者数已经超过了1400多个 这个已经是在国内的一个开源项目当中 中国的开源项目当中是算一个比较活跃 甚至在全球的范围内也算是一个比较活跃的一个社区了 那么对于社区的运营来说 其实我们会把人群分为三个角色 第一个是用户 第二个是开发者 第三个呢是我们叫做Contributor 为什么这里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里要把Developer跟Contributor去做一个区分呢 是因为我们认为Contributor是对我们产品本身的一个贡献者 那么Developer呢 他可能是作为一个用户来去使用这个产品 那这里有一些跟其他的项目可能有一些不太一样的 是因为数据库而言比较复杂 所以一般在数据库上面会有DBA这个角色 所以我们把DBA呢可能归纳到为了user 对然后所以user跟Developer呢 我们称为是一个用户范畴 那么我们在内部比较推崇的一个模型是三个飞轮 一个是用户 一个是贡献者 以及产品 那么这个三个飞轮之间互相促进 比如说用户他能促进这个贡献者的活跃 那贡献者的活跃呢又能带来产品的快速迭代 那么这三个飞轮转起来 以后呢 这个社区就会越来越壮大 那我们也认为 社区运营的本质就是需要减少这个飞轮之间转动的摩擦 让这个飞轮转的越来越快 另外呢跟大家探讨一下就是一个看项目 它的发展的各个阶段里面不同的角色的占比 以及我们在不同的阶段要做一些哪些engage的动作 来去激励这些人 以TIDB为例的话 就像这个图里面表示的 在最开始孵化阶段 它应该是会有developer为主 那么在当时呢肯定是不会有用户的 因为你的项目是非常早期在开发阶段 那么TIDB在这个阶段呢 实际上也是找不到用户 那么第一批开始会去关注到这个项目的人 其实也是像我 类似我这一种对这种项目有同样的热情 对像项目所宣称的未来愿景 有共同的愿景的这么一些开发者 那么在这个阶段的话 其实并不需要做过多的宣传 你只需要把你的readme 以及做一些简单的技术的原理的分享 做一些meetup就足够了 那么在第二个阶段的话 就是你要开始宣传 对这个社区 对这个市场去宣传你的产品 究竟是做什么 那在这个阶段呢会开始出现 一小部分的用户 但是你在这个阶段依然是以核心的开发者 以及一些contributor为主 那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一般也是通过做比较频繁的meetup 再去做一些活动 你来做写一些文档 以及通过一些小的案例来去激励这些用户 来去了解到我们这个产品究竟是做什么 那么在下一个阶段 在前面两个阶段 其实最重要的是 树立我们的领先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形象为主 令大家认为说你可以代表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那么大家会愿意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来去使用你的产品 那么这个也其实也符合了整个跨越鸿沟的一个模型 在最早的那部分用户其实就会落在这部分里边 那么在第一批用户已经开始给你反馈问题 已经开始给你站台 已经开始给你推荐你的产品 以后呢 其实这个项目就会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 这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呢 更多的是会出现一些用户组啊 可能会出现一些KOL啊 意见领袖啊 这样子的情况 那么在这个阶段的话 其实就已经用户跟开发者的比例已经接近 那么他们之间也是开始会去互相的促进 比如说你的用户组的人会给研发 给开发者社区去提出很多的见解 以及他们的一些反馈 那么这些开发者们也是开始去解决这个社区里面提出来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阶段的话 更多的是需要去做一些针对于开发者的governance 因为你的开发者已经开始进入一个相对比较多人的一个阶段 那么在那么对于这个用户呢 用户组呢 其实也是需要开始做一些组织结构 去开始管理这些用户组 那么在我们认为一个项目的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一个成熟的阶段 那在这个阶段呢 你的两个主要的人群已经成形成自己的一个自主职 他们自己管理自己 那么自己也能产生一些需求 那么开发者社区也是一样 可能有自己的选举机制 有自己的投标机制 有自己的运营机制 有自己的体力机制 那么在这个阶段呢 开发者是促进用户 因为开发者他会让这个产品越来越完善 那么用户也会进而去促进开发者的活跃 这个阶段就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稳态 那在这个阶段 其实当然活跃的一个社区来讲的话 你的用户永远是会比你的开发者会相对多一些的 所以其实在这张图里面也体现出来 最后在这张图里面 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是一个开源社区 怎么去走向商业化 那么对于TDB来讲 或者以PingTab来讲其实我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可能在公司内大家也会非常的关心说 那么这个社区的用户是不是就可以 这个转化为这个commercial的用户 以前我们可能认为一个经典的一个理论 就是说 首先一个社区的用户 它当然也是像漏斗一样分层 它会有这种底下最广泛的社区用户 那么你通过一些合作呢 通过一些运营呢 你能把它运营成一个灯塔用户 那么是不是灯塔用户就能进一步的 就转变成一个付费的一个用户呢 那么其实通过我们的一些经验来看的话 这个其实有成立的例子 但是这个成立的例子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一些 所以这两个漏斗并不是一一对应的 所以Community User它的漏斗的最下方 它接的应该不是付费 所以那到底这个没有办法转化的部分到底是什么呢 以及是说那我们去做开业社区的运营 那它的到底可衡量的地方是什么呢 那接下来其实我的整个演讲就会贯穿于这个问题 首先其实简单的来介绍这个问题就是 其实我们其实过于都误解了 社区的用户群体跟商业的用户群体 实际上这两个用户群体它有一部分相交 但是其实这个相交的不会特别特别的大 所以我们要如何去利用社区的价值 其实更多的是在于大家如何去利用社区的力量 去加速你的产品的迭代 以及你的上下游的生态的扩展 以让你这个产品本身能够适配到更多的 目前的基础站里面去 你获得更多的认知心智 那么进而去影响到你的产品在这个市场的地位 那有了这个以后通过产品本身的适配度 以及跟市场的契合度 去进而去提高你商业化的成功率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大家往往忽略掉了 那么就跟TIDB的社区而言 TIDB社区里面的用户有提供给了我们非常多的场景案例 以及它对于我们产品本身的反馈以打磨是非常的重要 也不能是说只去看它对于商业直接转化成商业交易的那部分 这部分反而是会在TIDB社区里面是没有那么的直接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看项目的一个运营的一个漏斗 这个图这个漏斗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模型 其实我们很多的marketing也是用这个模型 那么在模型的最上边的话是你怎么能让大家了解到你这个产品 以及对你这个产品产生兴趣 进而去开始考虑是不是又要来使用你这个产品 以及开始去对比开始去测试你这个产品是否符合自己的场景 最终呢会产生购买 我这个购买可能是一个泛化的购买 它可能是说采用 以及是说为之后的扩在内部的扩展啊 以及传播 大家基础 OK那我今天的演讲呢就会围绕着这几个部分 来去讲讲它这个社区它到底会是怎么去围绕这几个漏斗的环节去做事情 首先在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认知的阶段 关于认知阶段呢 TDP社区去会做比较多的活动 以及一些比赛来去让大家来参与到这个社区里面来 那这里面呢就包括有第一个我们的能量态的活动 那么能量态呢 它主要是围绕着TDP社区里面的一些偏行业类的用户 去做一个类似于一个集中式的讨论 比如说我们针对于游戏行业的用户 我们可能会举办行业游戏行业这个话题的一些talk 来去讲TDP在这一个行业下面去怎么去解决大家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就是大家可能比较了解的我们用户组的一些meetup 那么QG的meetup呢 它就是更多的会去利用我们在社区里面的用户自行组织的活动 比如说我们TDP社区里面的用户走进我们的用户 比如说各地他们自行举办一些TDP的一些聚会 类似这样子的一些活动 那么具体讲的内容可能也不仅仅仅限于TDP 那可能会讨论相关的一些技术战跟TDP的一些关联等等等等 那么第三个Informetup呢是TDP一直坚持到现在的一个从第一个阶段开发者为主的那个阶段一直坚持到今天的一个meetup 那这个meetup呢更多的是讲面向的是contribute或者面向的是开发者 它更多的是讲述TDP本身的原理 以及它涉及到的一些论文 以及说TDP相关的一些分布式的一些经验 那样一些原理 当然也不只是讲TDP本身 它也会讲一些相关周边的一些原理 但它面向的它讲的内容会更深入一些 会讲的是更多的是基础架构战的一些开发的一些原理 那么下面这一栏呢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不要说Hexon大家非常了解了 还有这个性能挑战赛 那么都是去通过一些主题的一些活动来去吸引我们的开发者 我们的contribute来去跟我们一起来去做一些主题的一些活动 来去为我们的项目本身去宣传交往 那Infirmator呢其实展开来讲就是我们是从第一天开始就是开始坚持做的这么一个活动 那么通常呢选的场地就是一些小的场地 比如咖啡馆啊或者最早的时候像我们这个自己的一个办公场地 大概会邀请那么30到40人左右 他人是主要是engineer为主 话题也是会跟这个基础架构会更相关一些 TUG用户组就是TIDB user group的意思 用户组呢它其实也是会有 我们会分为几个区域 然后不同的区域它会在定时会组织自己的活动 比如说我们在北京上海华南跟西南 都分别有一些用户组的组织 那么除了这些他们自组织的一些市区活动以外呢 我们也会联合我们的用户企业 会举办一些像走进用户企业 比如说走进美团 比如说走进玩意游戏 类似这样子的活动 来去让大家互相的去认识到这个TIDB的用户企业 是怎么去使用TIDB的 TIDB Hexen呢 其实也举办了很多年了 那在去年的TIDB Hexen上 我们其实联合了海外 以及我们各地中国各地的一些office 来去举办了一次线上的联合的一个加年华 那么在Hexen通常呢 我们是会为期两天 那么在这两天里面呢 我们也会给大家准备好吃的 给大家准备一些有趣的一些环节 来去让大家保持住一个很愉快的一个开发的一个状态 那么每年的Hexen呢 都是能奔发出非常多的TIDB社区里面的好的项目 那包括其实我们TIDB的每次新发的版本里面 其实都多少少会看到这个Hexen里面的项目落地的影子 那其实Hexen每年都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关注度 以及带来非常多新的一些社区的贡献者 这个是我们觉得TIDB社区里面的一个盛会 我们每年都是非常认真的会去举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最后一个比赛给大家介绍的就是 我们除了像一年一度的Hexen这种比赛以外 我们会Hexen次为期是两天 那么其实我们在日常当中呢 我们其实也会举办一些像一些challenge的program 一些围期比较长的比如一个季度 那这个challenge program我们就围期一个季度 或者半年这么一个时间长度的一些比赛 那么他们去争取的是他们的一些积分 比如说我们会配置一些issue 会配置一些开发任务 那么这些任务有难有易有中等 那么我们会给这些issue配上一些积分 那这些积分呢如果你完成了这些issue 或者你发现了一些bug 那么我们就能给你相应的积分 那么这个积分也是实时可以看到在排行榜上面 那给大家营造的就是一种 这个互相之间这种生意竞争的这么一个氛围 那么最终呢比如说我们每个季度完结之后呢 我们就会对这个积分排来靠前的几位优秀的这个参与者呢 去发放相应的一些奖励 这个右边这边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些礼品 OK 讲完这个对大家对我们的认知阶段 那么其实进入就是下一个 就是大家开始产生兴趣 如果想要开始了解我们这个社区的话 那么其实我们其实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内容 这个也是TIDB社区可能持续投入资源的一个地方 这个最重要的呢大家所熟知的就是我们的文档 文档是分为英文跟中文 其实TIDB是英文文档是更早的 后来才有了中文文档 其实目前这个我们的文档呢 其实也超过了1200篇 当然这个数字可能现在是更多了 然后呢我们除了文档以外 因为这个文档本身呢 它是大家开始接触这个项目的一个 最开始会去关注的一个内容 但是极有文档是不足以构建整个社区的内容体系的 那么我们还是会对大家怎么用的 TIDB呢 是用在哪里啊 用在场景 哪个场景啊 他用的QPS是多少呀 相关的这个性能是多少呀 那像这一类的数据以及经验呢 我们也会发在我们的博客上面 以及我们的公众号上面 除了这个以外呢 其实我们为了我们的贡献者降低门槛 能更快速的对我们的贡献产生兴趣 我们也对我们自己的圆满本身 去写了几十篇的这种圆满阅读文章 这个主要目阅读文章呢 包括是我们的周边生态也包含 也包括像工具 还有TikV 以及像这个我们的这个数据先移工具 以及我们每年的像一些我们的DevCon 像这种开发者大会 像这种Hackson 这个以后呢 我们也会沉淀相关的这个 可以传播的一些内容的文章 去介绍我们这些演讲 以及Hackson本身产出的一些项目 那么还有是我们社区 其实也会对我们平时观 平时看的一些论文 也会分享出来 也会写一些paper reading的 这么一些阅读的一些思考 都会贡献出来给社区 那么其实这个内容体系 帮助到我们 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其实会有很多 帮助到我们社区的伙伴 用户跟contribute的非常多 那么这也其实也是我们一直坚持 去做这块的一个原因 其实在考虑阶段呢 其实除了文档以外 除了这个文章以外 我们其实还也像其他社区一样 我们为TIDB这个项目本身 因为TIDB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项目 所以我们为这个项目本身呢 也是准备了一些课程 那么这个课程呢 就是我们现在把它叫做 PinCap Education 那么我们准备了 像有如何使用TIDB TIDB如何成为TIDB专家 那么这些课程都会在这个上面 我们也为这两个课程 专门去设计了一个初级的认证 高级认证 我们叫做PCPA跟PCTP 那么培养TIDB社区的人才 是我们一直坚持做的事情 因为人才 它是会流动的 它从一家A公司 流动到一家B公司 那么它就会能把你的产品 带到B公司 也会为你在B公司生根落地 带去基础 对 然后再进入到下一个漏斗 开始再漏下来 就会人数又会进一步减少 那么在这个阶段大家关心的就不是你是一个什么东西 而大家更关心的是说你能给我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你用在我的场景里面会不会有不适配的一些问题 那么在这个阶段大家就会开始上手去通过我们的 通过我们的指南去开始构建自己的环境 去测试自己的应用程序跑在这个产品上面是不是可以跑得通的 那这个阶段呢通常都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应届环境 有不同的软件的逻辑 那这里是不可能通过文档 不可能通过Google去解决掉所有的问题的 那么所以我们呢 也是构建了 面向不同人群构建了我们自己的 这个论坛 那这个论坛呢目前有面向用户的 我们叫AskTUG 就Ask用户组的这么一个论坛 以及面向contribute的本身去讨论一些内核相关的内容的 那我们把它叫做Inners.tidb.io 在这个上面呢 其实就会产生非常非常多的社区里面 互相帮助的一些case 比如说有一些用户 他其实是分阶段的 他用户他会从一个小白成长为一个 有一定经验的用户 而进而成为一个TIDB专家 那在这些过程中呢 我们是也是去通过一些运营的手段 来去把TIDB的专家去 来去在这些论坛上回复一些小白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过程 其实就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 以至达到是这个问题越来越多 解决的越来越快 那么这个同时我们的社区的同学 也对于TIDB的认知也越来越深入 目前我们这个论坛 其实他的注射人数已经 这个接近1万人了 是一个非常像目前来说 是一个比较活跃的这么样一个 一个社区 那么大家在用TIDB的时候呢 通常都会先去这些论坛上 收一下你碰到的问题 通常碰到的问题 如果没有收到的话 那你就可以在这边提交 你自己的一个问题 那也能为这个社区贡献出你的经验 经过就是大家的一些验证之后 大家就会考虑到把自己的 这个产品 用在自己的生产环境当中 那么进而呢 有一些用户呢 他就可能会考虑使用商业版本 或者是说 这个或者是说 他在最开始的时候 他就会考虑你的商业版本 所以这个环节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 一个开源软件的 几种商业模式 商业化的一种方法 首先大家看右边 右边这块是现在最典型的 三种商业化开源项目的一个方式 第一种是support 就是卖支持跟服务 那这个也算是第一代的 开源项目的商业化的一个思路 那在这一代当中 也是Linux的这个上游企业 获得了成功的是Red Hat 那么除了Red Hat以外呢 其实在support这个模式下 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另一个 像Red Hat这体量的公司 获得了成功 那么当然这也跟support 本身不可负责有关系 那么进而到下一代的时候 我们发现下一代的这个开源软件 就开始使用open code的方式 就是它把自己的核心的功能开源出来 那么可能会把一些不影响这个传播的功能 例如这种审计功能 例如这种管控的功能 它这种纸面像这种 KA用户 比如那种大客户的 把它变成商业的一个功能 而去进行收费以外 其他的都为开源版本 那么这个 是目前比较常见的一个 开源商业化的一个方式 那么在这里的代表呢 就像有Kavka Confluent 还有Elasticsearch 以及MongoDB 那么TiDB或者说PinkHaven的本身呢 其实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那么在这个时代 或者我们认为 其实更适合开源的一个商业模式 其实是云上的SaaS的模式 那么代表也有像Elasticsearch 像Mongo 以及我们自己本身 那么SaaS 它所带来的不同 在这里的不同 就在于SaaS它能提供给这种 非KA或者非大客户的用户 一种也是能提供比较好的一个 服务跟体验 相同的体验 那么它其实它的服务能力也好 它的这个支持能力也好 是成指数级上升的 那么这个部分 是我们认为 更适合开源项目的一个商业模式 因为开源项目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你的传播足够广 你的用户有足够的多 那么这个就是跟云 可以完美的结合起来 除了这以外呢 我们认为去做SaaS 或者做SaaS 会分为两种模式 一种就是SaaS 就是制服 以及是你通过销售 或者通过一些业务人员 去跟进的模式 那么我这也不重点讲 SaaS的这个模式 那么重点讲可能是 跟我们开源社区 比较相关的SaaS SaaS的这种模式 那SaaS 那就会 你需要让这个用户 自己来自己服务自己 你就必须要提供 以下的几种 这个工具给到大家 比如说你需要有知识库 能在知识库上找到权威的 比较可信的一些 解决方案跟内容 以及是 以及是更广泛的 你的产品 如果使用 你的产品的特性 你的产品的一些原理 是什么的文档 以及是刚刚我介绍过的论坛 然后还有就是 你必须要有一个 可以免费试用 或者免费下载的这么一个渠道 那么我们认为 Self Service 其实才是开源运营里面 衡量你的开源运营 是否足够好的一个核心指标 那么其实如果按传统的 一个漏斗模式来讲解的话 其实我们已经把 各环节都讲完了 但是对于开源运营来讲的话 我认为 其实不能仅限于 传统的这几个模式 那这里多出来的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认为在 用户开始用好了 你的项目以后 或者是说 购买了你的产品以后 它通常会产生 希望更深入了解 你这个产品的动力 那么它就会进而产生 两种行为 一种是contribution 就是贡献你这个项目 另一种就是 会去各个地方去 问你这个产品去站台 去宣传宣讲 那么这个也是这部分 我希望跟大家去分享的 那么 我们的TGP社区呢 也是会非常重视 来源于我们的用户 以及来源于用户企业的贡献 那么我们认为 其实来源于 这些用户企业的贡献 是更加的长久 以及更加的持续 为什么 因为他们首先已经认可了 我们这个产品的价值本身 那么基于这个的原因呢 他们也希望在这个社区当中 去树立自己的行业的一个使用标杆地位 那么他们也希望向行业的其他的用户 来去分享自己 使用这个项目本身的一些经验 那进而呢 他们实际上也是希望去 更好的掌握好这个项目本身 那么比如说他们的一些更 生死有关的项目上线的话 如果他们能拥有 这个项目的commit 或者这个项目 甚至这个项目的maintainer 那么他们会更加的去 对这个项目本身 就这个项目本身有信心 所以我们其实像收获了 有像微众银行啊 像有Zoom啊 有Cloud啊 像知乎美团 这样子的一些事 企业的一些贡献者 那么为了能让这些贡献者 包括来自于企业的贡献者 包括来自于学校的贡献者 能够更好的贡献 TITB呢 我们专门为这个 他们去写了一个课程 我们把它叫做Talent Plan 那么这个课程呢 已经受到了全球 非常多的这个高校的学生的认可 那么已经超过了 应该是几百所的学校的 学生的这个学习 那么这个项目本身呢 我们也是把它做成了开源项目 参考了一些像CNU 像NIT 6.84这些课程 然后把它 我们从 我们去设计这个课程是从 你怎么写一个编程语言开始交起 再进来去 教你怎么样去通过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 一个玩具的一个项目 来去熟悉TITB 跟TITB本身 然后进而你学完这个项目之后 你就能对TITB里面的 当然是简化过的TITB 跟TITB里面的一些原理 能了解的比较深入 那你再去看TITB的代码的时候呢 就能非常快速的上手 那么这个项目 其实本身也为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 社区的贡献者 那这个课程本身 我们学完之后 也会给大家发放一个认真证书 其实据于这个课程本身呢 我们其实也去参考了Google的Sum of Code 我们也会每年会举办一些像Talem Challenge Program 那么也是会给拉一些项目 给这些学习的学生 那么他们就以赛带练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也能更快速的熟悉到我们的这个项目 最后一个环节 我是希望想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社区的治理模式 其实我这里治理模式我打了一个问号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开业社区的运营来讲 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Governance 但是为什么我会放在最后一个来讲呢 其实我对这一个环节是有一些 我自己的一些疑问的 就是一个开业项目在刚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就需要有Governance 那我认为这个答案就是否的 因为Governance它是一个双刃键 就是你如果在过早的时候引入了你的整个治理结构的话 那实际上你过早的束缚到了你的社区的一个灵活度 因为Governance它本身是一些规则 本身是一些组织 那就像一个公司去创业一样 那开业社区它也是类似于一个创业的过程 那最早期的时候那肯定是 肯定是少数的一些人达成公司是更快的 但是你但是为什么Governance是一定需要的呢 那么这个道理也跟公司的发展也一样 那公司发展到了一定程度 你的业务规模越来越大 你吸引了这个用户客户 你的员工越来越多以后 你就势必会有一些冲突 有一些需要达成共识的地方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你就开始需要引入组织结构 流程制度 那么这个也是跟社区也一样 那么我通常认为 你这个开业社区通常是在 至少是在大几百人的 这个规模以下 才需要去引入这个Governance 那么我们讲完这个背景 我们就来看看 KIDB的Governance是怎么做的 首先通用的这个 开业项目的Governance呢 会分为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 也是Linx社区采用的模式 叫仁慈的独裁者 这种模式就是 他的决策者通常就是只有一个 或者少数的几个人 那么 那么为什么叫做仁慈的独裁者 就是因为 可能这个人 他本身是一个非常开放 非常open 喜欢跟大家写作的 这么样一个风格 那么他也非常欢迎大家 去贡献这个项目 但是这个贡献本身 能不能被采纳 是取决于 这个 这个人本身 那像Linux的社区呢 他更多的就取决于Linux的决定 然后呢 第二种呢 就是 阿帕奇基金会采用的 精英制的 这个 治理模式 那么他的 解析冲突的办法 更多是基于 一群 像PNC这种组织 比如说 管理委员会 项目管理委员会 这样的组织 来去做出投票 来去讨论一些 有争议的一些问题 那么泰DB呢 其实也 参照了 精英制 的这么样一个 治理结构 那当然还有 像这种 比较自由的 一个治理模式 那么这种治理模式呢 他可能 就不是只寻求 一小部分人的 投票的方式 去得出一个结论 他可能会 去尽可能的 去请取大家的建议 那么 来去 做出最终的决定 那么 当然有像Rust市区 那其实可能就是 像这种的治理模式 那治理模式呢 我觉得没有好 也没有坏 那我觉得 他只要找到你自己 更适合你自己的 治理模式 是最重要的 那从这个架构上来看呢 泰DB的整个的架构 是分为两部分的 那左边这部分 是开发者的部分 那怎么 我们对开发者的治理呢 那顶层结构是一个TOC 是我们叫做 技术管理 技术监督委员会 那么技术监督委员会 下设会分为我们的 各个SIG 就特别兴趣小组 那这个特别兴趣小组 它是围绕着特定主题 特定模块去展开的 那么这个SIG里面 当然也会有 自己的一些成员 像Tech Lead 然后像有一些Committer 这样的一些角色 那么在右边呢 就是我们的用户组 用户组其实也有一些 管理的组织结构 像我们叫TUG的管理委员会 那么下设会有 各个地域的一些团队 比如说我们把华南 作为一个Team 我们把新加坡 东南亚作为一个Team 我们这是按这个 这个Region去分的一个维度 当然也还有按 职能去分配的一个维度 那像我们有内容团队 等等等等 我们的TOC呢 其实是由 我们用户的企业 以及TiDB社区里面的 各个项目的 这个Maintener来组成 那么我们这个委员会呢 它其实是 跟我们的社区里面去讨论 每个月发生的TiDB的这个 在技术上的一些进展 以及技术上的难题 会在这个TOC里面去达成一致 以及去讨论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这个TiDB社区里面 我们会怎么去发展 怎么去做新的一些功能 那么这个最终 技术决策的就是 TiDB社区的roadmap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通过这个邮件列表 可以加入到我们这边 加入到这个TOC里面来 去看到我们每次开会的一些内容 那么这里我快速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 TiDB社区里面的SIG的概念 我们TiDB社区的SIG 其实是一个最小的管理的组织 那么这个SIG 可能要加入SIG的话 是需要你对 这个模块本身 有一些领域知识 可能你要首先 先成为这个 一个模块的贡献者 进而去在这个模块里面 去证明自己 然后你就可以申请 由这个SIG的负责人 去给你提名 加入到这个SIG里面 那么这个SIG呢 近期也会开一些会议 来去跟大家同步 这个模块下面 发生的一些事情 以及需要讨论的一些技术难点 等等 那么当时为什么会设立SIG呢 是因为 其实在最早的时候 我们开始运营的时候 是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群 来去运营的 但是这个大群呢 就是讨论的问题 没办法收敛 所以后来呢 我们就引入了SIG的 这么样一个组织结构 来去帮助大家 能找到自从到合的一些朋友 那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 去讨论具体的问题 那么其实这个也是 一个提高你的社区 治理的效率的一个典型例子 那用户组呢 刚刚我已经介绍过了 我这边就不展开讲 那其实用户组呢 其实也会 包括刚刚讲的这个 这个local team以外 我们也会分为 垂直维度的 像内容 team 像一些行业的一些小组 然后来讲一讲 就是大家为什么 要为这个开源项目 来去贡献呢 那么我们基于这个 大家都非常了解的一本书 就是大家在《以集市》里面的 一个理论来讲 是大家作为一个程序员也好 作为一个工程师也好 大家其实对于物质的追求 会相对会偏弱 那么大家其实会更多的去追求 自己在生育上的一个成就 那在里面呢 就叫做生育竞争 那么它里面也讲到了 礼物文化 比如说当你比较富有的时候 你就会通过送出你的礼物 来让大家来表达对你的赞赏 那么在这个开源社区里面 也是一样的 那么大家互相之间交换的 其实是互相的支持 交换了互相的代码 那么进而让这个互相之间 得到一个 得到一个互相之间的一个认可 那么像这种利他的一个动机 最终形成了开源贡献繁荣的 这么一样一个局面 那么针对于这个动机本身 就生育竞争这个动机本身 那么它里面社区其实也去设计 相应的设计的一个荣誉的体系 就比如说在开发者这边 我们也去相应的设计了 它的像它作为reviewer 的一个title 以及说它进而成为一个 committer的一个权限 那么这些就其实可以成为 我们社区里面的一个意见领袖了 那么在用户这边呢 我们会有像那种MBA的一个概念 MBA其实就有点类似于这个微软的MVP 它的全称是这个最有价值的步道者的意思 最后给它讲几个我认为非常有用的一些社群里的原则 一个是内圈原则 这内圈原则其实本质来讲就是说 所有的社群 所有的这种社群里面都会人会分为不同的级别 它其实把这个人分为了像在观光的外围 会有一些还没有进来 但是对你会有一些感染兴趣 它有一些观光的这么个角色 然后进而就会产生一些像新手的这么一个角色 那么在开源社群里面 它就是contributor这么一个角色 那进而呢 它通过contributor以后 发现这群人跟我是自从道合的 价值观也相处 那它就进而成为这个社区的一个成员 成为一个member 那它可能就不仅仅是在代码层面去 或者资层面去交流 更多的可能是从人组织的角度 去做出一些贡献 那再进而呢 它就可能会成为一个 一个有经验的 一个可以为别人赋能的这么一个角色 我们可以认为 它是一个高级资深的一个member 那么这些人呢 通常就会在你的社区组织里面去扮演 一些leader的角色 那么最后呢 进而它可能会成为maintainer 或者成为一个owner 成为这么一个决策 就是引领整个社群往前前进的 这么样一个角色 但这个大家要注意就是 内圈原则里面提到就是 不是并不是所有的人呢 都是会愿意走到你的内圈里面去 或者走到你的下一层里面去 我们要允许他们 停留在他们的层级里面 所以根据这个原理呢 我们其实也 刚刚也提到了 我们会为开发者这边呢 去设计相关的一些 一些角色 相关的一些不同 本题的这么样一个 这个成员 那么最开始会有 我们把它叫做 那么这边有一些 能成为这个 一些指南 可能一些 那进而他可能成为一个reveal 那最终 最成为那个committer 那么这几个也是能把我们的人员 做成一个 类似金字塔形式的 这个运营的一个 模式 那么再给他介绍一个就是 其实也是泰迪比社区 践行的一个原则 就是符号原则 大家在社区运营的里面 一定要有自己的符号 那么这个符号呢 我看有蛮多的 同学呢 做了非常多的周边 然后这个周边呢 只要你来参与 活动就送 或者说你来这个 做一些简单的一些 询问就送 那这个呢 其实 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 物以稀为贵 以及是说 其实在开会社区 或者开会社区里面 大家都是非常骄傲的人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些 符号 是只属于这些人的 那么在泰迪比社区里面呢 我们最早的时候 就会有这个 右边这个马克杯 这个马克杯是由 他成为了贡献者 contribute 之后才能获得 那么这个就是给了他们一个 骄傲的这么一个 或者show off的这么一个 一个信物 让他们能认知到自己 就是这个社群里面的成员 那么下面这个 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 case 就是我们 把我们最新的版本里面 做出贡献的 这个几百个contribute 专门给他们做了一个 也是专属于他们的礼物 其他任何人都不能通过 其他的方式 来获得的这么一个礼物 那么这个礼物 其实也是收到了 非常多的 我们的贡献者的喜爱 那么其实这个 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则 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OK 最后 给大家讲了一个环节 就是社区的基础设施 那么 大家除了开源的贡献以外 开源的运营以外 其实我们会 需要有非常多的工具 来帮助到我们的运营 更加的自动化 减少我们人力的部分 那么在TTP社区里面 我们也是参考了 其他的社区 我们也有自己的机器人 那么这个机器人 它主要是帮助去解决 像一些 刚刚提到的 全线授予 比如说它从 contribute 成为Viewer之后 它全线会发生一些变化 那么他们的一个组织归属 也会发生变化 那这个如果由人来做的话 是非常的耗识耗力的 而且也会出错 那么其实我们就做了 一个机器人来去做这个事情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像我们日常的 日常的Review 日常的合并 那么都是通过 这个机器人来去 做合并的 那么如果大家是 贡献过TTP的话 大家就一定能看到 这个头像是一个机器人 这么一个账号 会经常 做一些打标签 做一些合并 这么一些操作 那其实它背后就是 我们社区的那个机器人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其实也构建了 我们自己的监控体系 我们会看 我们在社区里面 活跃的一些指标 因为运营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 要去关注 这个运营数据的变化 因为你去衡量什么指标 那么你就能得到什么 这个是一个非常 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 那么我也是非常认同 那么我们也会通过 很多的维度去看 比如说 一个PR提上来 我会经过多长的时间 才会有人去回复它 那么会有多长的时间 它才能被合并进去 那么也会去关注 我们的贡献者 比如说 左下角的这个 是泰迪币这个项目 这个repo下面 比如说超过一个 一个的PR的贡献者有多少 那么通过这些 就能看到你的 整个的社区的分层 OK 今天这些内容 就是我今天的所有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